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年累计的发射飞弹数量已经来到了55枚 南韩总统尹习岳上任之后 与美国首度进行了安全资商会议 南韩的国防部长李中谢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警告金正恩不要随意发动核攻击 那么此外原定在本周五就要结束的美韩联合军演 现在也宣布会无限期的延长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南韩国防部长李中谢 在华府举行美韩安全资商会议 对于北韩的连日挑衅 联合公报提出严重警告 类似的文字也出现在上星期 美国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 当中提到不会让北韩使用核武 同时能存活 奥斯丁和李中谢强烈谴责 北韩不负责任鲁莽的行动 宣布延长警戒风暴联合军演 奥斯丁重申美国对南韩的铁打承诺 但却被问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那就是北韩不顾警告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甚至有可能进行五年来首次核试验 美国的贺阻真的有效吗 现阶段北韩发射飞弹的行为 似乎还没有结束 李中谢表示 北韩已经准备好进行核试验 但什么时候进行 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政治目的有关 他也表示 过去即使中国反对 北韩仍然进行核试验 因此很难断言中国对北韩 是否有决定性的影响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在今天报道说 日本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规划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在11月来会面 那么日中两国考虑的两个时间点 分别是在11月15到16号 在印尼召开的G20峰会 或者是11月18到19号 在泰国曼谷举办的APAC会议 要来安排这场暗席会 那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前就表示 他有意借着在亚洲召开 国际会议的契机之下 与习近平进行援手会谈 那么讨论的议题就包括了 国家安全还有经济领域等的议题对话 那么日本外务省的官员 对于这项报道是没有立即的回应的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成立70周年 每三年一度的海上阅兵 今年是扩大举行了 不仅广邀各国的盟友军舰 也开放民众登舰参观 而面对区域情势紧张 像是有中共北韩 还有俄罗斯的极权威胁 日本也是积极的在强化军备 并且寻求盟友支援 TVBS的采访团队就独家登上了 日本的出云号带您一起开箱 看看日本自卫队的战力 在海上自卫队的引导下 日本民众扶老稀幼全家出动 争相目睹 总力港边的钢铁巨兽 采访团队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日本横兵的 在我的左手边 就是日本的出云号准航空母舰 可以看到下面满满的排队人潮 因为今天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成立7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 特别开放一般的民众 都可以登舰来参观 这次70周年海上大阅兵 日本广邀十四国亚太友邦 参与海空分裂式 以及人道救援演习 在国际情势动荡之际 为促进区域和平 共同奉献一己之力 而身为自卫队 盾位最大的军舰 出云号将担当跨国海军舰队的旗舰 一大早开放时间还没到 民众就已塞爆现场 排队人龙蜿蜒曲折 几乎看不到镜头 好不容易走进船舱 满载排水量两万七千吨的机械平台 船体空间超巨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出云号的机库 而我们要透过后面的升降甲板 来到上面的飞行甲板 而升降甲板呢 平常是用来载运直升机 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满满的民众 就好像超级巨星 准备登台开演唱会 随着升降甲板缓缓上升 眼前豁然开朗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日本国造的经典舰载机 SH-60K海英直升机 自卫队机组员向民众介绍着自家现役装备 事实上日本连神盾雷达都能自制 在军工产业领域一向是低调的滋优声 只是碍于和平宪法的约束 日本无法出口军火 导致生产成本过高 而国造军备更得极力低调 强调防卫特性 降低攻击性色彩 但近年来在美军的主导下 这样的常态已经出现转变 初云号非常宽阔着这个全通式甲板 至少可以停靠28架的直升机 而它地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涂了全新的耐热涂层 并且有全新的标线 目的就是为了停靠F-35 2021年10月 美军陆战队F-35B 首次在初云号上面执行起降验证 让这艘两栖攻击舰 瞬间化身为具有第五代战机 投射能力的轻型航空母舰 战力完全跳脱防御范畴 转而具备强大的海空杀伤力 毕竟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下 需要借重日本的军事支援 共同围堵中共的扩张 就在日本海上关键事期间 北韩接连针对南韩周遭 发射将近30枚飞弹 甚至越过日本上空 让日本三个县市紧急发布空袭警报 更别提虎视眈眈的俄罗斯以及中共 大量袭扰日本的海空域 也让日本政府急于扩充军事能力 那他们最近要买一些或是发展一些 比如说超高音速飞弹或是巡异飞弹 就是要想看能不能做源头打击 比如说要跟美国买战虎飞弹 因为他们本来想自己研发自己的飞弹 慢慢研发 但是后来发现可能来不及了 只能买现成 面对邻近极权政府的扩张野心 几乎没有民主国家能置身事外 区域冲突一触即发 强化军备 似乎成了不得不的选择 TVBS新闻和嘉阳顾上军 横冰报道 焦点要转向的是乌俄战争 在前线的最新消息 有一名亲俄官员指出说 俄军已经全面撤出了 乌克兰南部的战略重镇赫尔松 那么路透社是报道 莫斯科扶植的亲俄官员表示 俄罗斯的部队已经撤制了地涅薄荷的东岸 那么甚至还警告留下来的人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赫尔松是俄军开战之后率先占领 也是维持唯一完好的主要城市 那么据称呢 现在是已经看不到俄军的踪影 不过CNN就报道引述了乌克兰的说法 说俄罗斯只是象征性的撤下了政府大楼的国旗 实际上呢是暗中的在强化阵地 他们就怀疑这是精心设下的圈套 那么另外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 他已经收到了G20的工会邀请 但是如果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要去的话 他就不会去 南韩的离泰院踩踏悲剧 酿成了156死的悲剧 那么也让南韩社会开始警觉到类似的危机 因为像是在首尔的地铁站 尖锋时段车厢总是塞爆的 而且乘客人数常常都是比标准的容量高出八成 但是一旦发生意外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南韩政府没有因此针对人潮管控和安全规范 做出指引就成为前藏的公安危机 一窝蜂涌入地铁车厢 这是南韩首尾人上下班通勤日常 一般来说一节车厢只能容纳160人 只是首尔的满源地铁 却是一口气载了将近300人 事实上地下人稠的首尔 人口密度是东京的三倍 比起纽约多出八倍 大街小巷都可能暗藏危机 每天都有一堆人挤在密不透风的环境 增加大规模意外的风险 以太远惨案的发生 也让南韩社会开始警觉到 人潮拥挤的危险 谁也没想到 静晨和女儿的最后通话 爸爸反复看着手机里 当天女儿传来 画着万圣蝶妆容的照片 妈妈也不敢置信 哭的声嘶力竭 没能紧握女友的手 让她一生留下遗憾 现在家属和社会 炮轰南韩警方 没在第一时间进行危机管控 要求政府比照 市月号这类大型灾难事件 给予国陪 TVB新闻做不到 焦点转回到国内 要看到是在 国道一号南下的 细止路段 发生摊坊第四天了 那么早上六点 终于抢通了内侧的车道 但是现场 还是必须要持续的 进行清理作业 要先稳固边坡 之后要清运土石 预计工期 要花十天的时间 那么高工局表示 之后会找专家 到现场会开 要讨论如何不强 国道红斑马警车 行驶在内侧车道 远景确认没有土石 和其他杂物 立刻开放通行 国道一号 细止路段发生摊坊 进入第四天 终于部分抢通 大型工程车 停在外侧车道 一旁摆满三角锥 喊护栏防止驾驶误窗 工程人也赶紧加装反光牌 让动线更清楚 四号上午六点 摊坊路段开放 一线道通行 但因为发生二次摊坊 外侧车道还在持续抢通 使辆怪手同步作业 外侧车道呢 抢通之后当作我们的施工编道 也当作是一个缓冲的空间 避免就是说上方的组织 再滑落下来的话 有点缓冲的一个余裕在 高宫局说发生摊坊的边坡 是C级山坡相对稳定 有监测系统 也会派人定期巡查 都没有发现异状 研判是连日大雨 雨水盛进 山壁裂缝 加上地震 才会酿成二度摊坊 也让原本抢修时程 从三天变成十天 高宫局说发生崩塌着这个边坡 其实底部是有侦测系统的 不过这回崩塌是从上方开始 所以下方的侦测系统 其实第一时间没有发现异状 高宫局现在只能先打入H型钢 稳固下盘 才能开始清运 大约四万立方公尺的土石 全部移除后再找专家会刊 讨论裂缝该怎么补 并且设计新的挡土方式 设置地毛 护坡等设施 也研议在上方也加装监测系统 经过三天黑暗期 南下路段通车后缓解大塞车的情况 但北上车道却开始塞 原来是有民众经过时间 拿起手机拍照 把摊坊路段当成打卡景点 国道警方呼吁别做出违规的行为 让原本就塞车的路段雪上加霜 TVBC新闻综合报道 细止段的摊坊 也导致基隆市区是大塞车 民众提早出门 等了一个小时才搭得到车 还有不少原本是自驾 或是搭客运通勤的民众 现在都改搭台铁了 那么台铁就为了疏导人潮 即日起到11号 平日每天会加开两班 基隆往返树林之间的去件车 一大早赶着去上班 就怕又迟到 你们提早出门 有 有 15分钟 前方时间搭台铁的人变多 从基隆往台北方向 上班上学的民众 因为塞车 几乎改搭火车 国道一号系纸交流到南下路段 因为土石崩落 连续两天大塞车 经抢修后 4号早上6点多 开放内线通车 开62线快速道路以及国道3号 涌入大量车床 造成西定高架和安乐路一段 呈现紫暴 时速不到15公里 差不多6点 差不多50分的时候就开始塞了 这看起来比昨天好一点 好一点 昨天的话 昨天的话是塞到这边 塞到这个红衣 我只要10分钟 基隆市区车辆移动速度缓慢 明明是绿灯 却动弹不得 一脚也出动帮忙指挥交通 光车站排不少人在等车 就算会迟到 还是得去上学 所以今天大概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 镜头来到客运转运站 许多住基隆系纸的民众 都习惯搭客运往台北市区 考量到下车地点 就算知道很塞 还是得搭客运 由于这几天一直下雨 国一无堵到系纸 仍然有落实 工程单位表示 抢修至少还需要10天 才能够全面回复通车 因此台铁宣布 即日起到11号 平日每天加开两班 从基隆到树林的区间车 协助疏导人流 接下一周 恐怕都会是这样 通勤局真的心好累 TV新闻 中国大陆的防疫政策 是用PCR的普筛 再加上风控管理 但是这半年来 实施常态化的PCR检测 是让政府每个月 必须要多负担 超过台币700亿元 因此就从11月开始 有多地都宣布 这个PCR要改为是自费的 要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但是就苦了小老百姓的荷包 整个商场空荡荡 这是曾经的亚洲最大电子产品 集散地 中国大陆深圳华强北 类似台北的光华商场 但现在出现大量退租潮 从水货二手货目落 到这三年疫情反复封控 加速了华强北的衰败 中大陆11月4号 还是单月新增3000多例 尤其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工厂 大批员工逃一回乡 冲击苹果供应链 引起国际关注 官方出面说明现况 截至目前 没有重症病例的出现 企业生产基本正常 取得了截断性的防疫成效 主要是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吧 第一个是实施闭环管理 二是强化核酸检测 尊重员工的去留意愿 PCR检测从今年五月开始 北京当局要求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的采样圈 实施常态化PCR检测 涉及约5.05亿人 这半年保守估计 每月至少耗费超过台币700亿 让地方财政撑不下去 11月起多地政府公告 一般民众PCR检测 回复自费 如果一边说自愿检测 一边又设置公共场合 48小时有效期 跟强制核酸又有什么区别 真正需要乘坐公共交通的 大多都是工薪阶层 这样每月又多支出300元 对一个普通家庭 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为地方政府解套 但是有重大网民批评 防疫要求若没改变 壮大核酸产业的钱 只是换个方式挖民众的荷包 TV新闻综合报道 G7的外长会议 3号在德国西部的 陈世明斯特召开 议程是聚焦要如何协调 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而台海的议题 预计也会是焦点之一 这一次的G7外长会议 是由担任人职主席国的 德国来主办的 但是时间点刚好就落在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二十大开启第三任期之后 而且这个时候 德国总理肖兹还率团 出访中国大陆 势必会让G7外长 对中国的局势 还有区域安全 进行更多的讨论 英国的外交部 就在目前发表声明表示 G7外长将讨论 台湾的局势 以及如何加强 和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 那么此外 针对德国 最近批准了中国的 远洋运输公司 露骨德国汉堡港的 一座码头 G7的外长们 也可能会提出意见 巴基斯坦的前总理 伊姆兰海 最近带领了 反政府的示威活动 就没有想到 遭到枪手袭击 包括伊姆兰海 在内共有9个人受伤 那么还好 他是腿部重担 没有生命危险的 那么嫌犯是当场被逮捕 他公称 是不满伊姆兰海 要求要提前大选 他认为这是把巴基斯坦 带往错误的方向 所以才会发动攻击 音乐声中突然传出枪响 现场民众吓得往四方乱逃 有维安人员挥手大喊 要大家赶紧离开现场 大伙和力将伤患 抬到安全的地方 巴基斯坦前总理 伊姆兰海 在东部领导反政府 示威活动时 有枪手对车队开枪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还有包括伊姆兰海 本人等多人受伤 伊姆兰海 脚步中弹 但没有大碍 中枪后 还能跟群众挥手致意 接着从造势的卡车中 转移到另一辆车 送医治疗 现场群众立刻逮住了一名 疑似枪手的嫌犯 在警局中嫌犯公称 是自己对伊姆兰海感到不满 后面没有其他人主使 原本是国际知名板球员的伊姆兰海 2018年代表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选上巴基斯坦总理 但在今年4月遭到国会罢免下台 成为巴基斯坦首位遭到罢免的总理 伊姆兰海下台后宣称 继任的总理跟美国联合策划阴谋 推翻他 害他下台 最近更声称有人要刺杀他 他的政党最近发起示威游行 要一路游行到伊斯兰马巴德 要求提前大选 现在传出流血枪击 外界担忧会让巴基斯坦政局 更加动荡不安 TVB的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 美国在11月8号就要举办当地的其中选举了 这场选举非常重要 因为攸关美国总统拜登 能不能够保住他的执政优势 为此他全力平复选 展开为期三天的造势行程 那么拜登的第一站是来到了新墨西哥州 再来他会到了加州和伊利诺州来催票 拜登选择要回防民主党的铁票舱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非法移民数量暴增 导致犯罪率上升 还有高通膨也威胁到民生经济 在这些挑战之下 民主党显然是采取防守的策略 而前总统川普将在五天之内 狂奔四个关键选区 包含的是爱荷华州 佛州 宾州 还有恶亥俄州 强化他在共和党内的领导地位 如果拜登川普属意的候选人8号胜选的话 不仅会扩大他在国会的势力 还会为他的2024总统参选之路 创造优势 行政院去年核定了对美国采购 M136火山车载布雷系统的酒镇专案 明初是由国防部办理了 发架书需求信函的核定作业 就是要等美方知会国会同意 回复陆军签署之后才可以生效启动 但是一转眼一年都快过了 只闻楼梯响 到现在还没有等到美方的发架书 每年汉光演习谈案操演 模拟共军登岸的反登陆作战 都是重头戏 陆军就战术位置 结合海空军力发动反击 反登陆作战演练之所以重要 因为2021年 美国中共军力报告书 及我国国防报告书都指出 共军登陆作战能力 已经对台湾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现代化的这种两栖大规模作战 即使前面你可能有海空的进行 跟大量的空中打击 可是你最后仍然是需要有地面部队来登陆 你才可能进行占领 这样的话你有足够的火力 能够辞制破坏敌人的运动 今年美中军事实力差距缩小 两岸军事实力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以军事力量介入台海危机的难度增加 国军如何有效遂行反登陆作战 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陆军向美军购买M136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就是为了强化反登陆作战能量 如果说他们两栖部队要上岸的时候 我们首方可以预知说 在哪几个摊案可以先预先做布雷 其实布雷只是延缓共军登陆的速度 并不是说借由地雷来杀伤敌方的宅居 以北台湾来看 卢竹金山是两处可登陆的摊案 布雷的重要性在于 相对于主力战车 它的建军费用较便宜且快速有效 能让敌军不敢登陆 专家认为这种不对称作战 是可投资的方向 M136是一种快速的机动式的布雷系统 它装在发射管里面 每一个管可以装置6枚小型的雷 整个发射系统加起来 大概一次可以发射960枚 机动式的小型的地雷 特别是先进的这种地雷 在战场这个主角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尤其它的持致敌人 像重型装备的进攻 这个效能非常的高 当然它的最大好处就是机动性高 而且布雷的速率很快 因此如果在台海有爆发战争的增厚的时候 它就可以就近部署在重点的红色海滩 快速布雷系统具机动性高 散布面广 作业人员少 作业速度快等特性 有效缩短阻绝设置时间 快速射仗延缓敌军动作 陆军代号九镇专案编例48亿 向美军购买M136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有军方人士证实 年初已经向美方提出发架书需求信函 但至今尚未获得美方发架书 目前仍然在沟通阶段 其用能在2024年之前到位 并开始运用 由于美国陆军也重启该系统 进行升级来部署 美方会依部队需求 先补充自己的能量后 才会进一步考量军售案 如果说美国暂时 暂时不卖这个M136 火山布雷系统给台湾 其实我们的传统方式 还是可以布雷 我们要提前布雷 你就在某一个贪案 做模拟布雷动作 因为表示我们也可以布雷 不是说没有这个火山布雷车 就不能布雷 其实我们工兵也可以布雷 向人民就是我们展示 其实我们有一些抗反登陆的一些手段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跟美国显示说 其实即使你不卖魔 我们还是有布雷 因为属于是防御性的武器 因此就美台目前两海的军事交流 相关的关系来讲 其实美国要攻售 其实问题不大 在还没有引进的状况之前 我认为国军就过去以来台海防卫 特别是摊案间谍或反登陆 相关的操演 就是还是会构筑相关的一些 这个摊头的阻绝设施 那国军那有绵密的反舰飞弹的网路 大量使用的像熊二熊三 这些反舰飞弹 其实这个数量很高 因此应对这个解放军 两栖登陆船舰 接近台湾周边的重点海域 我认为这个部分是有所防备的 要实践滨海决胜 探案间谍的作战任务 除了仰赖美方 国军需强化各项战备训练 极舰军规划作为 提升整体防卫作战能力 TVBS新闻 郑盛委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天追踪第一线要连线的是 中正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郭靖云 教授您好 你好 好 那我们首先要请教授的就是 俄罗斯最近呢 他是一再宣称 乌克兰计划要攻击赫松州 被俄罗斯占领地区的卡科夫卡大坝 要淹没这附近的地区 那么基辅是一再的否认 但是赫尔松的当地官员却表示说 为了防止人道灾难的发生 他们会扩大平民的疏散区域 那教授就想请问您呢 目前赫尔松的自治政府 是俄罗斯扶持的傀儡政权 那就您的了解 俄罗斯到了当地之后 对于当地的居民采取的手段是什么 那有一些被疏散的民众 他们是自愿离开的吗 我们要了解 赫尔松是在这次战争中 是其中一个很大的悲剧 因为是政府腐败 所以第一天就离开城市 然后让俄罗斯军队进去 俄罗斯军队进去之后 老百姓就遇到很大的 被扭的很可怜严重 比如说最简单的 最轻微的他们没办法买菜 因为乌克兰币不流行 他们手里没有俄罗斯币 为了拿到俄罗斯币 他必须得要入国籍 他们才可以拿到一点点 所以他们吃的都没有 然后不断的被折腾 所以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人有想办法离开 离开到什么方向 有什么方向的机会 就离开到什么 就当这个方向跑 最近一位乌克兰的军队 正在解放核心当中 又是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里面是有人 乌克兰军队不像俄罗斯 根本不考虑人 所以他非常小心党 最近正好有解放了几个小村落 目前就可以看到 在这些小村落里面的破坏很厉害 很多房子已经倒了 几乎没有人 少数有人 可是有政府 乌克兰的政府 有努力 赶快 很快速 复原电源 复原交通 让留下的人 能够生活 有关打爆 俄罗斯历来 自己想做的事情 都挂在别人的身上 如果俄罗斯要离开 还是算 是不是他们会爆炸打爆 我们不排除 我们不知道 基本上 这是待观察 好的确 我们知道有可能 这个是俄罗斯的假旗行动 那么目前看起来乌克兰的防御和反击 主要还是要依赖欧美国家援助的军武 那这当中美国又是占了最大宗 但是NBC新闻就在日前有刊漏他们的独家报导 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六月的一次通话的时候 拜登话都还没有说完 泽伦斯基又开口要了一连串的军武 那么这也让拜登很不满 那教授我就要请问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两国临手 援手的冲突 那在军援乌克兰上面呢 乌克兰美国是不是会开始转向比较保守的态度 这个问题其实包含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最近乌克兰最多的武器也不是袭来的 而是俄罗斯的军队放在战场上 乌克兰军队占领的 然后用这些武器去打 当然其他国家提供的武器也是蛮重要 在宣传中到处都是说以美国为主 但是如果我现在眼前有一个表 这个表是根据美国的公文做出来了 不是根据多媒体而是根据公文做出来的 在新的火炮 美国提供比欧洲多 但是在其他方面 要不欧洲提供跟美国一样多 要不美国根本不提供 反而欧洲提供比如说飞机啊 唐科车等等 而且如果我们从比例来说 欧洲提供的这些武器 基本上库存已经空了 已经没有了 美国武器很多 在美国的沙漠存的非常多武器 如果美国存的武器的10% 提供给乌克兰 这个战争两个礼拜内就可以结束 但是不知何故 美国不提供这些武器 而且组织欧洲提供 比如说波兰提供 要愿意提供飞机 美国把这些飞机摸收 放在北约的库存里边 波兰又提供了唐科车 美国生气 不给它补唐科车 那就波兰去韩国去买唐科车 对德国想多提供一些唐科车 美国也总之 所以这是一种战争的 这是一种所谓盟友的一些来往关系 非常奇怪 而且这一种 拜登跟Zelensky这种对话 是6月份发生的 为什么多媒提到 10月份再次提出这样的一个对话 他们到底是要强调什么 好的没有错 关于这个军援乌克兰的武器 那么现在除了刚刚教授提出的看法以外 现在还传出说有流露到黑市 而且是俄罗斯发出了警告 他说警告西方世界这些破坏力强大的武器 可能会流入犯罪分子的手里 那么虽然外界认为 这只是莫斯科编出的借口 要西方不要在军援乌克兰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 确实是有这种风险存在的 那么再加上说 美国五角大厦有匿名的官员 他们表示说 已经派出了在乌克兰境内的美军 去一一的查核 那教授您认为这是一场资讯战吗 这当然是一场资讯战 首先美国负责提供武器的这些专家 已经表达不止一次 美国提供武器之后 他有系统脑国观察 这个武器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个国家不只是波脑卖到另外一方 他用的在另外一个方面都没有办法 这是一号 第二号 这样的一个说法 最初是哪一位先生提出来了 这个人是具体的一个人 他大概夏天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生活在美国 但是他的身份是KGB的将军 然后他有非常轻巧的办法 他自己强调自己是支持乌克兰 自己很讨厌 俄罗斯自己是离开KGB 可是同时就是提出来这一些明确是假的一些假的讯息 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外俄罗斯还敢说 他们怕是犯罪分子拿出武器 俄罗斯军队他是很多步兵都雇用在监狱里 俄罗斯到监狱雇用反对派 雇用那些犯罪人 就当兵 所以俄罗斯军队本来是犯罪分子 好的 了解了 谢谢中正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郭静云 带给我们他的独家分析 谢谢 关于疫苗有新的消息 美国的辉瑞药厂和德国的Biontech就表示 他们将在美国进行一款新冠再加上流感的二合一的疫苗试验 那么两家公司是发出了联合声明 二合一的候选疫苗会在美国进行第一期的临床实验 志愿参加的人有180人 那么辉瑞表示希望减化这个疫苗 提升两种疾病的疫苗接种率 那辉瑞也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是优于预期的 而且将全年的疫苗销售预测调升至20亿美元 但是美国的药厂莫德纳周四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 营收获利都不如预期 并且还下调了今年全年的疫苗销售预测 这一次的九合一大选还要表决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 不过目前看起来有效支持住在四成五左右 还差80万人支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很多人还不清楚 九合一选举还有一张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选票 倒数22天公民团体邀公民两党 时代力量民众党无党级立委一起催票 过去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候选可以拿到965万票这样的高门槛 所以他必须要跨党派的合作 18岁公民权必须要有965万张同意票才过关 最新两个民调有效支持度都在四成五左右 换言之还差80万张票才能跨越门槛 我觉得18岁已经很可以成熟了 对我赞成 真正跟义务是一致的 我要再想一想 因为对于18岁现在的成年的思维 我还要再评估一下 已经有投票权的长辈愿不愿意下放权力是关键 地方选举的投票率也比较低 因此公民团体生生催 从法律层面来看 台湾是少数将投票年龄写入宪法的国家 而包括刑法民法公投法 都已经认定18岁就是成年人的标准 过去年龄非常的混乱 那我们现在让他全部起义 那法务部也盘点了大概200多条的法律 就未来我们都把它修到18岁 那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宪法 因为宪法需要大家一起来复决 我自己会非常的觉得矛盾的一个点 其实像我们自己18岁的青年 我们可以投公投 我们可以去决定台湾的一些重大政策 但是我们18岁的人却不能决定说 这些重大政策要由谁来执行 学生团体也走遍全台宣传 希望叔叔阿姨长辈们能投下投票 随着世足赛正式开幕倒数 阿根廷的航空就以彩绘客机的方式 来为他们的球员加油 同时要向五度征战的梅西来致敬 嗨嗨各位看官 咱们来看看阿根廷航空的彩绘客机 Ladies and Gentlemen 天王巨星梅西的肖像 喷涂在唯一最显眼的地方 在搭配迪玛丽亚和迪珀两大战将 而靠极端的肌肤位置 则是队友在球场上庆祝拥抱的画面 为了一揭四年一度的足坛盛事 阿根廷航空与足协合作 彩绘了一架空中巴士客机 要载着阿根廷球迷飞往卡达 一起为国家队赞虾打气 加油加油加油 至于这个构想从何而来 阿根廷足协主席Tapia说 因为大多数阿根廷民众 无法亲自前往卡达 所以借由彩绘客机 展现举国上下力挺球员的决心 而且彩绘的主色调 也和国家队的球衣一样 让所有球迷一目了然 揭幕仪式的现场 还摆放了大型的比赛专用球 当作大小球迷拍照留念的背景 由于记在此之前已经向媒体确认 这是他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市主赛 所以会场也是有梅西的人形看板 建议致敬这位五度参赛的阿根廷国教 好了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要谈什么 咱们拭目以待 大陆的咖啡黑金市场成型了 预估到了2025年 规模能够超过人民币一兆 广东有咖啡一条街 有些店价是24小时营业的 变成了咖啡夜市 它最有豆的选择跟粉的选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做几杯 只需要倒进咖啡豆 根据喜好选项 按一按一杯咖啡就做好了 今年大陆国产小家店 强调智慧化性价比闯出一番市场 其中咖啡机更是热销项目 前年一半大概会在20万台多一点 大概5%到10之间的增长 咖啡机出口海外明显增长 根据浙江慈禧市海关统计数据 今年一到九月 慈禧市出口咖啡机达人民币3.3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三成以上 而这家电器工厂产线上 正在感知的就是耶旦节前 要销往欧美地区的咖啡机 我们现在一共有6条生产线 然后每天每条生产线 大约生产800到1000台 前三季度整体出口约45万台 同比增长约65% 目前大陆国产咖啡机 以欧盟美国和巴西为主要出口国家 为了和海外品牌做竞争 光是过去代工经验已经不够 越来越注重自主研发 一些核心的技术像压力的控制 温度的控制 流量的控制等等 我们已经用最新的算法 最新的电动控制 最新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了 不仅是出口 咖啡机销售得以受到关注 还有大陆自己国内市场助推 大概有四五十款咖啡机 然后国产机占了应该说三分之二 最大的优势就是性价比了 同样级别的大概是十万左右 那这个我们在五万到六万就可以拿下 价格优势下 大陆国内的咖啡店也纷纷转向 使用自家生产的咖啡机 而不仅是商业专用 大陆民众日渐增长的咖啡消费习惯 自然也提升了咖啡机销售 现在国产的咖啡机 从它的外观 然后在它的智能化 是非常适合年轻人 包括现在咖啡机 从它的价格方面 性价比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大陆人逐渐养成 喝咖啡的喜好 在一份2022年 中国咖啡产业白皮书中 更看好三年后 大陆咖啡行业市场规模 将超过人民币一正 广东汕头还出现咖啡一条街 在这条不足百米的街道上 聚集了有14家 不同风格的咖啡店 每天晚上9点之后 每家咖啡店的门口 都会坐满了 正在喝咖啡的年轻人 不仅是咖啡店聚集 喝咖啡更成为 年轻人间的社交活动 下班后 三五好友约下越聊越晚 咖啡一条街 甚至成了咖啡夜市 我平时都是和朋友一起出来 喝咖啡 我基本是每周五周六 晚上会来这边喝咖啡 这样子 差不多是每晚9点到11点 不怕晚上喝咖啡 为了迎合消费者需求 这里咖啡店打烊时间 都在晚上12点后 还有几家店 是24小时营业 像我们店这样看下来的话 就是晚上的8点之后 就晚饭之后 到凌晨的4点中间的话 它的营业额可以占到 我们每天营业额的70% 一样都是卖咖啡 为了要吸引顾客走精品路线 注重装潢有特色的咖啡店 在大陆也如雨后春笋般 一家家开 像是这家一进门 就看到摆放的龙舟 融合潮汕文化 喝咖啡多了一份复古感 从一杯咖啡到 宣产咖啡机 销海外 大陆的咖啡市场 还在持续释放 它的商机潜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的北加州 在今年夏天 是山火烧个不停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入冬 当地出现了第一场暴风雪 入秋冬后 第一场大型暴风雪 袭击北加州 不到24小时 鸡雪已累积8到12英寸 当地滑雪场原本预计 月底才能开业 现在可能可以提前 突如其来的大雪 居民却相当欢迎 因为距离这里几英里外的山火 直到一个星期前 才完全被扑灭 但却也造成交通延迟 高速公路暂时关闭 随着全球持续升温 气候越来越不按照常理出牌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报告 包括意大利 夺落米地山脉 美国优胜美地和黄石国家公园 全球三分之一事件 遗产的冰川 不论暖化是否趋缓 将在205年前消失不见 同样面临消失危机的 还有美国犹他州的 伯纳维尔岩滩 洁白如雪的特殊地理环境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朝圣外 还是著名的高速赛车场 言谈的整体面积不断缩小 在60年间便博了大约三分之一 科学家认为与美西常年大汉 采矿和竞速赛事等人为活动息息相关 但必须收集更多数据 找出原因和解方 密西西比河的水情也不乐观 河水水位不断下降下 现在海湾的咸水已经冲向上游 游入水畜离场 污染了大约一千位市民的自来水 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在近期建造水下河堤 限制海水的渗透 水畜离场也正在安装第二座渗透场 来清除水中的盐分 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现在只能祈祷老天爷天降甘霖 暖化的影响在英国伦敦的皇家植物园丘园也显而易见 在经历异常温暖的十月份后 许多树木至今还没变色 往年大片的秋季色彩 今年恐怖会出现 现在科学家正于时间赛跑 找出可以更好适应气候的树种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